小屋流动厕所随处可见 但这一回却是放在台大急诊室门口 外头还有跨年演唱会常见的大型流动厕所 这场景台大医师直呼罕见 医师施警中说在台大上班三十年没看过 流动厕所重要性不亚于筛检站 因为急诊不可能让未做筛检的病人进入 附近商家也不出借厕所 避免感染者忍不住爬爬灶 借此做到感控 解决民众内急 但最重要的还是清销 北中南筛检站快速建立 专业医师认为个人卫生得做好 否则流动厕所就怕变成污染源 水龙头要洗手的那个开关 先喷一喷 不要马上冲掉 喷完之后 静待至少几十秒 三十秒之后 再来使用 这样可能会比较不会互相感染 疫情当前过去前往连锁超商借厕所 现在不行了 六大速食店加油站除了中油外 厕所暂时也都不外借 全民防疫除非裁剪必要 否则在家上厕所才是最安全 三十国医院安保台北报道